聽完Victus說他有咬手指甲的問題 無論我小時候或到現在 我緊張或無聊的時候 我都會咬手指甲 咬一下發現手指甲是很噁心的 其實我真的很怕人知道我有咬指甲這個問題 還有不想被人看到我的手指甲 其實我真的試過很多方法 但還是解決不了 所以這次我就鼓起這個勇氣 試一下來試駁甲 看看會不會真是解決到這個問題 我想問多不多男生來這裡試駁甲 也會有的 不過就少一點 但多不多客人和你分享 他們都有咬指甲的習慣 也會有些客人是會有咬指甲的習慣 他們穿完拳後 會不會變好? 會變好 Gel Gap 會令指甲生長時 跟指甲形狀生出來 你覺得Gel Gap 會令指甲的情況減少? 會減少 因為它一咬就會影響整個指甲的花款 會咬到指甲都爛掉 希望Gel Gap 會有幫助 不會再咬指甲 其實咬得多指甲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持續咬指甲 它會越痛越縮 一縮就不會生長 咬得多的肉會包住指甲 我想問你如果咬指甲最嚴重的情況 是怎樣? 最嚴重的情況是指甲的肉位 只剩下一半 今天很痛見血 是啊 嘩 咬指甲的情況可以去到這麼嚴重 我想起都害怕 還要一半是見血 那你有咬指甲的習慣嗎? 那有沒有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沒有咬指甲的習慣 但是你會撕指甲 因為我緊張就會撕指甲 又是緊張 那你這樣也算是怪癖 我想問你現在這麼緊張 現在有些吧 不夠我緊張 你又知道我緊張 因為你受陣了 是呀 這樣被她發現 以前 Jergo是怎樣發明 就是一個牙醫發明 因為她老婆被人笑 笑她的指甲很噁心 然後她老公用了來補牙的東西 來幫她做指甲 令到她的指甲剩好看 原來Jergo是有根有具的 不知道瑩瑩知不知道這個歷史呢? 好 那就搞定了 但是呢 這裡好像草莓巧克力 我看到仲家想咬 這麼漂亮你不會咬的 當然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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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